监视警察局第二分局新安派出所的巡作 陈文昌跟警员侯家警接获派出所 对面超商店长罗淑芬的来电 说用一名男顾客 在ATM提款机之前申请紧张焦虑 他担心可能遭到诈骗 警方赶往现场细心询问事情发生的始末 立即了解这就是所谓的假情有真诈骗的手法 所长周明星说 一个民众接获多年的朋友的爱 就是要跟他借钱的寄用 要跟他那个朋友 希望说十万块账面拿给他 跟他说不方便 直接到那个超商店会 经过使用165平台电话跟账户分析查询 警方告知许先生 这一组电话号码已经通报为诈骗电话 而账号也被通报为警示账号 许先生这才相信自己真的遇到了诈骗 不过歹徒模仿有人的声音也太像了 幸好有超商店长跟警方联手 才保住了他的十万积蓄 尽管记者任意霞在嘉义市的报道